瑞芳地区在今天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五星级旗舰社区成果展活动 除了舞台上精彩的社团成果表演之外 志工们还将平时种植的蔬果都带来成立小农市集 也跟社府团体进行了义卖活动 希望借由旗舰社区的计划 让瑞芳地区的居民可以有更好更优质的社区生活 前一大早瑞芳区的五大旗舰社区在东河里举办一场成果展活动 瑞芳区长陈一正表示旗舰社区在五位社区理事长的带领下 社区居民都积极响应让社团力量可以深入家庭 带来更健康更祥和的住宿环境 经过这一年来经过我们五个社区 他们社区理事长带领我们社区所有的理居士 还有所有的成员大家共同努力 那推出很多很多的一个系列的活动 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小农市集的这个活动 另外我们也有开心的开心的农场 此外我们还有这个客后的一个陪伴站 我们社区我们这五旗舰计划 其实在我们整个地方地区树立了一个点范 大概未来所有新成立的社区 包括已经成立的社区 都将我们这五个社区 它整个的活动内容 变为一个点范 当作参考的一个对象 今天五大旗舰社区齐聚一堂舞台上 有志工们的团体成果表演 与台下居民一起互动气氛相当热烈 另外在会场周边也有各社区 平时可食地井栽种出来的蔬果 让这里也变成小农市集 这一次也与家福中心合作 进行二手易卖 希望将爱心借由社区的力量推广出去 社区准备的好多样东西 都是我们自己自己种的农蔬果 有香蕉 有菇彩 还有姜黄 地瓜 今天好热闹好热闹 配合这个家福他都在义卖 他那个东西都是人家送给他的 他来不管是十块五块有多好 他都都是做公寓的这样 我们自己也有卖这个水果什么什么这样 很高兴今年参加这个东俄小龙四级成果台 祝他这一次圆满成功 待会圆满成功 今天有很多的蔬菜 蔬果 还有那个龙鳳腿 成果展展现我们今年的成果 希望说马尼 我们在节在里 要不然办国好 感谢各位乡亲大家多多来 大家支持 大家来产生产业 整个大旗舰计划其实是希望 让整个社区能够动起来 带动整个社区的一个成长 也透过社区的这个活动 让各个年龄层的民众都能够受贿 包括我们幼年 青少年 包括我们的中年 还有包括我们老高龄的长辈都能够受贿 向城一正表示 其间社区透过团体的力量凝聚社区居民 不论是举办课程 讲座 学习班 以及市民农场等等 不论是大人以及小孩都能自由参加 不但增进社区民众的居住品质 以及让地方发展可以朝正向前进 公所相当感谢 也肯定社区团体的努力成果 介绍方文强 六方长报导